第822章推剧 古边平台 原本喧哗的气氛在此时变得有些安静 一道道目瞪口呆的目光盯着李洛 同时也不乏一些倾慕情依的人愤愤不平 这小子竟然把他们视为珍宝的机会如此粗鲁的对待 当真是张狂 在李洛身旁 李凤怡 李莱音等人也是神色古怪的盯着李洛 李洛那一巴掌 看似只是打飞了一只蝴蝶 实际上却是不亚于打在了秦一的脸上 讲来这位美名响彻天元神舟的天之娇女 还从未尝过眼下的滋味吧 这么一想 他们心头不由得又是感觉到一丝畅快之意 嗯 果然极度是原罪 而在那周目睽睽下 李洛依旧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他甚至连看都未曾看那秦一一眼 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 这蝴蝶是真的随机落在他的面前 这其中必然有秦一的手段 从双方上一倍的恩怨来看 李洛觉得这秦一必然是知晓他 甚至还看过他的画像 至少是知道他长什么模样 所以这蝴蝶落来 其中的含义还真是有些耐人寻味 这秦一是在对他进行一些试探吗 不管秦一究竟有什么目的 李洛却并不想如他所愿 以双方的恩怨来说 想要他出手为他争夺欲新莲子 这简直就是一响天开 如果是寻常男子 或许会因为秦一的容貌气质而倾倒 但想要以此来迷倒他李洛 他只能说 这秦一可能高看了他自己 场中持续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便是有诸多来自各方势力的年轻俊杰份儿出生 纷纷指责李洛的粗鲁 连李清风都是微微皱眉 道李洛大起手 你若是不愿 尽管说出来便是 何必如此鲁莽 李洛眼皮一抬 略带倩意的笑道 不好意思 喝多了 以为是什么脏东西在面前飞来飞去 李清风看了李洛两眼 他自然明白这必然是托词而已 不过他也是知晓两人上一辈之间的那些恩怨 所以李洛此举 也不算太难理解 另外 秦一为何会去选择李洛 他想要做什么 心中想着 李清风目光转向秦一 后者那绝美清理的容颜也是在此时有点正神 想来的确是没从李洛这粗鲁的一手中回过神来 毕竟以他的身份与容颜 以往所见男子 不论年龄对他都是笑容可居和善又赤裂 不过秦一也非寻常女子很快便是清醒过来 他并没有看那取得灵蝶的油腻且肥胖的男子 静彻如湖泊般的淡蓝色眸子 只是注视着李洛然后露出一抹让得许多男子怦然心动的浅笑 柔声道 紧问这位朋友如何称呼 李洛瞥了他一眼 但笑道 龙牙脉 清明其大棋手 李洛 原来是李洛大棋手 秦一汉手 而后欠然道 灵蝶随机责人 先前倒是打扰了 不过如今我的确需要一位朋友帮我踩帘子 灵蝶既然刚好落在了你面前 那便是一场缘分 李洛大棋手若是能帮忙一场 不论最后胜负 我都感激不尽 他美眸似是诚恳地注视着李洛 绝美精致的容颜上带着一丝请求 这一幕 看得不少在场男子心痛不已 恨不得立即出声想要取代李洛 然而李洛却是笑着摇摇头 道不好意思 晚上喝多了 此时状态不佳 他是无法带秦一姑娘去取莲子了 他又拒绝了 场中已是有些哗然声响起 同时有天龙五脉的一些年轻天骄忍不住的愤而出言 李洛 秦一姑娘毕竟是贵客 眼下请你帮个小忙 你就顺手为之就行了 何必屡屡拒绝 这让其他势力的人看了 还会说我李天王一脉没有带客之道 对啊 难道是知晓自身没有胜算 无法争过赵枫阳 所以选择B站吗 如果是这样 直接说出来不就行了 庄引号点双引号 听到这些言语 李洛还没说话 一旁的李凤宜已是柳梅倒树 怒视众人 道 他都说了现在没兴趣出手 你们还强迫他做什么 你们以为谁都像你们一样 见到漂亮女子便是连骨头都软了吗 对呀 想要逃美人欢心 那就自己去争取 不要靠贬低别人来引人注目 李兰因虽然与李凤宜之前吵吵闹闹 但这个时候 还是很坚定的在支持自己的闺蜜 旁人背对的有些信性 一时无言 锦衣微微抬起绝美地容颜 她的肌肤仿佛是有水光在荡漾一般 给人一种四十轻轻掐一下都能流出水般的娇嫩感 她轻敏了敏娇艳如花瓣般的红唇 嗓音温婉地道 我行事素来讲究一个缘分 既然灵蝶选择了李洛大棋手 那我自然还是信这个缘分的 而若是李洛大棋手无法出手 那想来就是我与这玉新莲子无缘 那这豆莲 我便不参与了吧 她这话一出 在场不少人都是面露惋惜 同时大敢扫兴 毕竟这算是今日宴会的重头戏 结果却是这般被李洛扫没了气氛 这让得许多人都对李洛生出了一分怨言 李清风也是皱了皱眉头 这场宴会 她是主办者 结果搞成这样 她自然心中颇为不满 李洛瞧了秦一一眼 后者那如白玉般的容颜 在月光的照耀下散发着强烈的吸引力 但她却感觉 这秦一似乎就是冲着她来的 甚至 她会来参加这场宴会 说不得就是因为她 当然 这必然不是什么因为她的外貌而来 而是因为双方上已被那错综复杂的恩怨 只是对此李洛没有证据 仅仅只是直觉 秦一姑娘似乎很想我出手 李洛笑了笑 问道 秦一奄然笑道 只是遵从我这灵蝶的选择而已 李洛摸了摸下巴 慢条思理的道 其实秦一姑娘是客 要我帮忙出手 我没有推荐的理由 但主要我是有未婚妻的人 虽然我未婚妻容貌气质皆是盛情一姑娘一分 但平白帮你 以后难免还得与她解释 此话一出 不少人都气笑了 这里落 你找个理由也稍微靠谱点不行吗 连未婚妻都扯出来了 而且有未婚妻也就罢了 还容貌气质皆胜秦仙子一分 你这家伙以前不是在外神州的吗 那般穷乡僻壤之地 还想生出秦仙子这般及天地灵气于一身的仙子人物吗 众人嘀嘀嘲笑 但秦一却是欲容不起波澜 只是浅笑一声 优雅汉手道 原来如此 倒是我冒失了 而在此时 李洛又继续说道 不过如果秦一姑娘真是要我帮忙 也不是不可以 众人一愣 然后恍然 暗自吃笑 这李洛原来是在玩这欲情故纵的一套 想要以这种独特的手段 在秦仙子心中留下痕迹吗 秦仙子美眸一闪 似是欣喜道 真的吗 李洛点点头 在众目睽睽下 伸出一根手指头 露出灿烂的笑容 一千万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一次 即便是以秦一的心性 那宛如无暇宝玉般的绝美脸颊 都是出现了片刻的凝质 所有人心中都是冒出一句话来 卧曹 你还收钱 第823章开始与结束 李洛突如其来的要求 让得所有人都是一脸猛逼 在许多男子眼中 能够为秦一出手 这已经是莫大的福分 他们求都求不来 可结果这个李洛不仅推三阻四 这最后还提出了要收钱 甚至还不是小数目 一千万每天亮金 这绝对算是一笔巨款了 即便是在内神州内 这个数目都足以请动一位封侯强者出手 而李洛一个区区大厦恭敬 怎么可能值得了这个价钱 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 这李洛 是在故意为难人呢 而对于周围那些古怪的目光 李洛神色却是颇为的淡然 他开出这般无理的要求 其实也是一种试探 他想看看 这秦一是不是真的冲着他而来 一般来说 他提出的这种要求 正常人应该都会心头冒火 然后不再搭理于他 出手采莲子之事 也就没人再提 可若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秦一依然是执意要他出手 那其中 想来应该就是有些问题了 李洛的视线 直接投向秦一 后者绝美帝容颜 在经过瞬息的凝制后 也是恢复了平静 他似是有些愈怒的道 李洛大骑手何必戏耍人 李清风见到他有些生气 则是出声安抚到 秦一姑娘勿要生气 李洛毕竟刚从外神州归来 难免有些野气 他也是看了出来 李洛明显也是知晓秦一的身份 所以眼下诸多推举刁难 也是因为上一辈的恩怨 对于秦一没有什么好感 这倒是他恶得所见的事情 秦一欲容带着微微的含义 他并没有理会李清风的话 而是盯着李洛 看样子他似乎真是有些动怒 胸前都是略微有些起伏 这一幕 看得许多亲目秦一的男子心痛不已 同时对李洛更加的不满了 既然李洛大骑手喜欢戏耍人 那我今日倒是要奉陪一下了 一千万虽然不是小数目 但我还算是有一些积蓄 也罢 今夜 就用这一千万 请李洛大骑手出手吧 而就在此时秦一带着一些冷意的声音 已是响起 这顿实在场中引起了诸多哗然声 谁都没想到 秦一竟然答应了李洛的刁难 一千万 请一位大厦恭敬出手 如果不是说话的人是众人仰慕的秦仙子 恐怕都要有人大骂一声拜家子了 秦仙子 没必要为了这李洛斗气 是啊 若是秦仙子有需要 只要开口一声 我们皆可待劳 双引号点双引号 不少人开口劝说 在他们看来 秦一现在显然已经是被李洛所激怒 这应下一千万的出手费 也完全是一时一气 毕竟这个叫做李洛的混蛋 实在是太不给人面子了 换谁都生气 面对着诸多劝说 秦一却是微微摇头 他预言被冰霜覆盖 却只一旦 一张紫色金卡直接是射向了李洛 后者随手接过 一眼便是见到金卡上面那属于金龙宝行的灰纹 这是金龙宝行的金龙卡 可取一千万天亮金 秦一原本温婉柔和的嗓音 在此时已经变得有些冰寒了 众人见状 皆是哑然 竟而苦笑 倒是没想到秦仙子竟然也是有韧性的时候 李洛手指摸缩着金龙卡 面色依旧平静 但那眼神却是不可察觉的动了动 这秦一比他预料的还要执着呢 这个时候 他已经算是确定 这秦一定然是冲着他而来 花费一千万的巨资 就为了看他出手帮他夺一颗仅有一些养颜效果的玉心莲子 他对此只能说这秦一相当的好 李洛心中面头转动 然后便是在那众多复杂的目光中缓步走了出来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李洛笑容灿烂 道 既然秦一姑娘这般舍得 那我也就只能出手一试了 秦一玉蓉覆盖着淡淡的寒霜 却是不再与李洛接话 看样子还在气头上 李洛也没在意他的态度 湿湿然的来到湖泊边缘处 然后看向李清风 李洪李那边 道 开始吗 李清风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这一晚上他被这李洛的连番骚操作实在是搞得有些不知道究竟应该说些什么 而李洪李那边则是冷笑一声 道 看来你在外神舟过得不是很如意呢 真是想尽办法讹诈钱财 听本事吃饭 不寒沉 李洛意正词严的说道 对于李洛的脸皮 李洪李也是只能按咬银牙 然后看向赵枫阳 道 枫阳 你可莫要落了我子雪棋的脸面 言语间 显然是暗示赵枫阳不要留守 赵枫阳自信的点头 走向前去 与李洛并排 但笑道 李洛大骑手 虽然你打败了钟领 但不见得能赢过我 李洛看了一眼对方 好心提醒道 当田狗是没有好结果的 赵枫阳顿时怒火丛生 他妈的 这人怎么这么贱呢 怪不得连涵养那么好的秦仙子都被他气得有些失态 不要耍嘴皮子了 手底下见真章吧 赵枫阳咬牙说道 李洛摇摇头 真是好心当驴肝肺 此时李清风也是上前一步 道 按照规则 从你们踏上水面的那一刻 双方便可以施展各种手段 阻扰对方登上连夜 在抵达连夜之前 谁若是落水 也就代表着失败 若是最后两人同时抵达连夜 便需在连夜上战斗最终取胜者 可取连子 他取出一颗石子 然后直接对着湖面抛了下去 持入水面 斗连开始 石子在众多目光注视下 数秒后 直接是落入水中 发出了扑通的声响 嘴声响起的那一瞬间 强横的向力几乎是同时间自李洛与赵枫娘体内爆发而起 李洛脚下似是有雷光闪过 而后他的身影便是犹如顺一般的出现在了数十米之外 那是闪雷数 而赵枫娘则是身躯仿佛化为了一缕风 同时他的身体绽放出了琉璃般的光彩 那是琉璃煞体 双方的速度几乎是施展到极致 湖面被撕裂开了两道长长的水痕 从声势上来看 明显是赵枫娘更为的惊人 琉璃煞体的施展 令得天地能量不断的涌入其身躯 那股爆发出来的向力波动 比起大骑手之争时的中岭还要强横 这就是修出了琉璃煞体的优势 抵御雄后远非金煞体可比 不过让人稍微有些惊讶的是 李洛体内散发出来的向力波动 竟然也是极为的强悍 并不弱于赵枫阳 两人披心带跃 与宽敞辽阔的湖面及驰而过 直奔湖中心那一株硕大的玉心脸 湖边众多视线 紧张地投来 李清风注视着两人的身影 然后偏头对着秦一道 李洛虽然只是大煞恭敬 但其身怀三相 三座相公加持之下 再加上双相之力的存在 他的向力雄厚程度 其实并不弱于普通的琉璃煞体 怪不得此前七名棋的大棋手之争 他能胜过中岭 其实李洛的天赋 也算是顶尖了 可惜就是在外神州蹉跎这么多年 耽误了不少时间 如今想要再追赶上来 怕得花费不少的功夫 他摇了摇头 似是很为李洛惋惜的样子 秦一美眸凝视着李洛 眸光微闪 三香了 其罕见程度 也不弱于他自身的九品水香了 这李洛 这份天资即便是在内神州 也算得上是天骄了 李洛虽然借助三座香宫的爆发 能够暂时与赵枫阳相比 但终归底蕴有所欠缺 他们若是真正斗起来 赵枫阳优势很大 一旁的李洪李娇笑一声 然后对着秦一道 秦一姑娘 你这一千万 可花得很是不值得 不过你放心 若是那李洛失手 到时候我定让他将钱尽数退回 这里可不是龙牙脉 我们可不惯着他这臭脾气 秦一对此 只是浅笑不语 而在他们这边说话间 那湖面之上 赵枫阳偏了一眼半步不落后的李洛 眼中有着一抹胸光浮现 驾一瞬 他身影一动 竟是直接如鹰笋般的扑向李洛 他掌心间有雄魂相利汇聚而来 仿佛是有飓风与掌心成形 然后一掌拍出 空气被震爆的刺耳声音 响彻而起 掌风怒笑 卷起磅礴湖水 风与水相合 化为巨大掌印 狠狠震下 大怒风掌 湖边有诸多惊呼声响起 这兆风扬 竟然在尚未抵达连夜前 就直接对李洛发动了攻击 显然 他是打算在此之前 就将李洛击伤落水 然后飘飘亮亮的取得胜利 恐怖的音爆声 传入李洛的耳中 他微微侧头 神色平静的望着攻来的赵枫阳 对于赵枫阳的攻击 李洛也并未闪避 反而任由对方裹挟着 可怕一掌袭杀而来 找死 赵枫阳冷笑 李洛唇脚泛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他伸出手掌 对着那呼啸而下的怒风掌印 轻轻拍下 与此同时 他手腕上的新红镯子 有一抹赤光流转而动 而面对着李洛这一掌 赵枫阳却是感到了一些疑惑 因为他并没有感受到多少的向力波动 但就在他心中惊疑的时候 他似是隐约地听见了一道 凶利至极的狼笑之音 下一刻 伴随着李洛一掌轻飘飘地拍来 一股浓烈的血腥之气 扑面而至 那一瞬 赵枫阳眼前的景象竟然是出现了变化 他眼瞳陡然一缩 因为他见到一头庞大的巨兽裹挟着无法形容的煞气冲击而来 那股煞气之恐怖 直接是让得赵枫阳心神都站立起来 那绝非是他所能够抗衡的恐怖之物 赵枫阳眼眼神惊骇欲绝 心中有无边恐惧升起 在这种恐怖的煞气冲击下 他自身的向力几乎是瞬间出现了崩溃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是李洛的攻击吗 然而没有人为他解答 因为随着其向力的崩溃 李洛的巴掌已经轻飘飘地落下 直接是毫不客气地扇在了他的脸庞上 啪 清脆的声音响起 赵枫阳脸庞上一个清晰的红印浮现出来 而他的身影也是如遭重击 如断翅的鸟儿般 直接从半空中坠落而下 一头栽进了湖水之中 这般变故 让得湖边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在他们的眼中 刚才那一刻属实诡异 那赵枫阳所施展的大怒疯掌 眼见着就要拍钟李洛了 结果其自身香力突然出现了崩溃 就这样被李洛轻轻松松一巴掌扇进了水里 那里红李失神了片刻 继而翘连铁青 这场斗连 结束得比所有人预料的还要更快更干脆 明明看似才刚刚开始 但却已经有了结果 第824章声尾 扑通 清脆的落水声传开 湖边则是寂静一片 所有人皆是一脸的茫然 赵枫阳 怎么就突然被李洛一巴掌扇进水里了 刚才明明是他先对李洛发动了攻势啊 面对着这般突如其来的变故 就连李清风 秦一等人 神色都是有着一抹错愕浮现出来 他们同样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李洛那一巴掌 轻飘飘的看似并没有太强的力量 但赵枫阳的大怒疯涨 却是随着李洛一巴掌下去 悄无声息地崩溃了 这种崩溃 应该是源自赵枫阳自身 因为他们并没有感应到双方有能量碰撞的波动 可是赵枫阳为何会崩溃 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而在他们茫然间 一巴掌将赵枫阳扇进湖中的李洛却是淡淡一笑 他偏了一眼手腕上的新红镯子 颇感满意的点点头 前前赵枫阳的崩溃 是因为他被三尾天狼的凶煞之气下的心神失守了 如今的三尾天狼已经进入风猴境 那等凶煞之气自然是恐怖至极 以赵枫阳一个区区流离煞体 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的确是很难承受 简单来说 李洛就是借助了三尾天狼的凶煞之气 对赵枫阳进行了一次精神震慑 赵枫阳没能承受住 自然也就瞬间心神失控 被李洛随意地拿捏了 倒霉的娃 李洛同情地摇摇头 这赵枫阳心神还是不够坚韧 否则不至于溃败的这么彻底 拳击他也不再理会 身影移动 越过水面 时数息后 便是在那众多复杂的视线下 落在了湖中心的玉心莲王上 他静止来到莲心处 拨开了花苞 将其中一颗莲子取出 莲子约莫拇指大小 晶莹如玉 其上还有着特殊的光纹若隐若现 甚是奇妙 这就是玉心莲子吗 李洛手指把玩了一下 然后转身掠回湖边 众多目光望着取回莲子的李洛 神色皆是有些复杂 李洛 你 你究竟使了什么歪招 李洪李俏脸铁青 忍不住地质问道 赵枫阳的失利 让得他这边难以接受 李洛瞥了他一眼 却是根本未曾理会 而是屈指一旦 将那一枚玉心莲子射向秦一 秦一姑娘 东西给你 你也不必感激我 收人钱财而已 秦一伸出玉手 接住了莲子 看了一眼后 便是随意地收起 而对于李洛的言语 饶是他这般心如止水般的心境 都是忍不住地有点牙痒痒 这混蛋得了便宜还卖乖 一枚玉心莲子而已 其价值顶天也就几十万 可这家伙 收了他一千万 简直把他当作冤大头了 不过秦一心性极好 即便是被李洛坑了一笔 但依旧神色从容而优雅 未曾显露半点失态 大煞恭敬能够胜过流离煞体径 李洛大骑守这份战绩 真是让人感到惊艳 看这样子 若非是有外神舟的蹉跎 恐怕你会成为李天王一脉 这一代龙手的最佳人选 秦一红唇微起 同时眸光似是带着欣赏之意的盯着李洛 他这话一出 引得不小的哗然声 诸多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怀有了一点敌意 这李洛 在这里瞎折腾一番 怎么还让得秦一对他看中了起来 李洛对于秦一的赞赏 则是翻了个白眼 心中吐槽我他妈不是蹉跎男 我在外神舟过得很好 没有蹉跎 自从来到龙牙脉 这蹉跎二字简直要听土了 那一旁的李清风对于秦一的评价 则是神色略微不自然了一下 然后淡淡一笑 道先前李洛大骑手 应该是施展了某种特殊手段 震慑了赵枫阳的精神 令其心神失守 这才趁虚而入 以招取胜吧 这般手段 终归只是小道 一次尚能出其不意 第二次 恐怕就没什么效果了 李洛文言 确实懒得与其争辩 这秦一真是个麻烦 随意的一句话 就能够给他招来一些针对 他觉得他不应该叫秦仙子 应该叫秦祸水 李洛对此则是倍感无趣 如今宴会已是接近尾声 他这里又收获了一千万巨款 今天算是收获颇丰 所以他也就没了继续留在这里的兴趣 各位 明日才是重头戏 今夜时候不早了 我便先告辞了 李洛说完 便是根本不等李清风 秦一有什么反应 直接是在那众目睽睽下 潇洒地转身离去 而李凤一见状 则是拉着李兰音追了上去 同样是打算离场了 古边众人望着李洛那 干脆利洛离去的身影 神色则是有些复杂 这家伙把这里搞得一团糟 倒是拍拍屁股走了 随着李洛远去 众人再度将注意力投向了秦一 同时纷纷出言 指责李洛过于粗鲁 秦一皆是前校已对 而后他又在宴会 忠败了一些时间 也是露出了一些疲惫之色 李清风见状 则是体贴地宣布宴会到此结束 再一路送秦一回到了 宾客所居住之处 这才颇有风度地告辞离去 勿送着李清风离去后 秦一眸光围动 走向了一座灯火明亮的奢华小楼 他推门而入 只见的那客厅中有两道人影 一人坐于守卫 是一名身穿火红裙袍的美妇人 她的衣裙上 绣着明亮的火帘 似是在燃烧一般 美妇人容颜极为艳美 而且与秦一有几分相似 只不过与秦一的灵动清澈比起来 她则是要显得更加具备成熟风情 即便是略显宽大的裙袍 也难以遮掩那傲人曲线 同时她的眉目间凝聚着强势与威严 而美妇人下手处坐着一名身躯挺拔的男子 男子约莫二十五六 给人一种气势厚重之感 在其双臂手腕处 带着金银圆环 其上铭刻着玄傲光纹 光芒泯灭间 引动着天地能量 当秦一走进来时 天堂内的两人皆是抬起目光 投向了前者 秦一微微一笑 开口道 娘 楚师兄 原来这美妇人 正是秦一的母亲 那位与李泰玄 但台南有着诸多恩怨纠葛 如今已是秦天王一脉火莲殿店店主的秦莲 而身躯挺拔 散发着滔天风锐的青年 则是秦莲的首途 那位同样登上了风华榜 铭动了整个天元神州的顶尖天骄 楚秦 第825章秦莲 听堂内 随着秦一开口 那身躯挺拔的楚秦冲着他露出笑容 声音温和地问道 师妹 玩得可还开心 秦一嫣然一笑 道 楚师兄才是最适合去的 那里倒是有不少仰慕你的人 楚秦摇头 道 我终归年龄比你们大一些 如今李天王一脉天龙位中的那些同辈天骄皆是在外任务 我去那宴会做什么 他自身已入大天相近 论起年纪什么的 算是秦一 李清风他们的上一届 所以自诩身份 也不想去那种场合找什么存在感 他如今在天元神州的年轻一代中 已是闯出了不小的名声 甚至连风华路都凭借自身本事登了上去 而与他相比 李清风这些人 还需要磨练数年 才能抵达他的层次 所以他去那场宴会 不过是以大气小而已 他对此并不屑为之 此时主位上面的秦莲目光盯着秦一 问道 那里天王一脉这一代的天骄 此次都见过了 觉得如何 秦一微微沉吟 道 那李清风倒是实力不错 如果按照正常推断的话 他应该就是李天王一脉 这一代天骄中的龙手了 与你相比呢 秦莲汉手 道 秦一浅笑一声 道 那 应该还是我小胜一筹吧 秦莲眼光微锤 盯着面前的酒杯 道 那个人 你见到了吧 说着话时 秦莲的眼神也是变得有些冷冽起来 秦一与楚晴皆是能够感受到 他情绪的细微变化 当即两人都不敢怠慢 挺直了腰背 秦一轻轻点头 声音轻柔的道 见到了 他叫李洛 如今是大厦恭敬的实力 身怀三相 论起天资 其实也是相当不凡 以我所见 如果他不是出生在外神州 而一直留在龙牙脉的话 如今或许已是超越了李清风 秦莲面容有些冰冷 冷笑道 毕竟是李泰玄跟那个贱人的种 又怎么会是个庸人 哼 那贱人当年杀我亲人 毁我姻缘 令我丢尽颜面 也亏得他如今不在天人神州 否则定要让他血债血偿 秦莲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顿时桌子爆成了一片粉末 其周身的空间都是在不断的扭曲 一股恐怖的高温 从其体内释放出来 秦一 楚秦悄悄对视一眼 皆是不敢言语 这些年来 他们知道 每当想起那两个人 秦莲便是会少见的失态 秦莲发现了一阵 深吸一口气 眼中寒光闪烁 道 那李洛 想来生得也是极为令人厌烦 秦莲脑海中掠过李洛的脸庞 倒是想说 那小子虽然的确很是讨厌 但生得模样还不错 当然 此时秦莲在气头上 他自然不敢说这种话 你可有把握对付那李洛 秦莲突然问道 秦一迟疑了一下 道 他不过只是大厦恭敬实力 其实倒是没什么威胁 不过真要动了他 龙牙脉那边恐怕会震怒 秦莲面无表情的道 李金哲那个老东西只是说事情止于上一辈 但若是同辈之间的竞争 他又能说什么 秦一沉默下来 此事现在倒是不急 毕竟这里还是李天王一脉的地方 往后若是有机会 我希望你让那个小子先付出一些代价 我要让天人神中所有人都知道 我秦莲的女儿 比李泰玄与那件人生的儿子 墙上百倍 秦莲眼中有一抹煞气浮现出来 对于母亲的怨气 秦一决美欲言一片平静 轻声道 我知道了 有上一辈的恩怨延续 他与那李洛不可能和平共存 双方之间必然会有极为激烈的交锋 甚至关乎生死 不过从现在的双方实力来看 秦一并没有从李洛身上感觉到什么威胁 这若是在某些场合遇见了 那或许也只能怪李洛倒霉了 毕竟这虽然是上一代的恩怨 但他的母亲可不是心胸宽阔之人 他这边若是不将李洛击溃 恐怕少不了一通责罚 秦莲此时又是说道 听闻明日龙雪麦掌山麦首寿成大雁时 将会开启玄黄龙气池 用来考量天龙五脉这年轻一代 据我得来的情报 原本玄黄龙气池还要延后两三年的 但突然间龙牙麦的李洛击改变了主意 同意此时开启 我想他应该是为了李洛凯的口 呵呵 这李洛击对这刚归来的孙子 还真是看重得紧 竟然舍得拉下颜面返回此前的决定 不过他真以为他那大厦恭敬的孙子 能够取得一根盘笼柱吗 秦莲面容冰冷 娘想怎么做 秦一问道 秦莲冷笑一声道 明日我打算安排你也参与这玄黄龙气池之争 秦一有些惊讶的道 这是属于李天王一脉的机缘 外人并无参与资格呀 龙雪脉那位掌山脉手 一直想要与我们秦天王一脉缓和当年关系 这种小事 他断然不会拒绝 而且小辈间的争斗 若是李天王一脉都不敢接 岂非是让其他宾客笑话 秦莲淡淡的道 秦一若有所思 道 难怪娘此次前来 还将火莲银也给带来了 秦天王一脉 有二十三殿 每殿设一银 算是与天龙五脉二十其相当的机智 而这火莲银 便是由秦一执掌的一支卫队 而秦一所掌的火莲银 乃是秦天王一脉这一代二十三殿之首 战力超凡 你明日若是有机会商场 便代表我秦天王一脉 称量一下李天王一脉这一代年轻天交的水准吧 秦莲淡淡的道 记得 勿要留守 若是他们李天王一脉守不住颜面 那也是他们无能 怪不得别人 秦一谋光微闪 知晓秦莲对这李天王一脉即便这么多年后 依旧还是心怀怨气 如今是打算想让他借助小辈兼争斗的名义 稍微的出一口气 秦莲盯着秦一那如白玉般的绝美脸颊 道 最重要的是 我需要你给我盯着那李洛 玄黄龙器池中的六根盘笼柱 我要他一根都得不到 到时等他失手 我倒是要看李金哲那老家伙脸色会有多难看 秦一微微沉吟 道 李洛率领的清明期似乎在二十期中 只是中有水平 即便女儿不出手 恐怕他也难以争到一根盘笼柱吧 争不到最好 秦莲冷笑一声 而后 他再度与秦一说了一些话 这才挥了挥手 让得两人退下 随着秦一与楚秦退出房间 秦莲面容也是变得愈发的忧深 他低声喃喃 李泰玄 但台兰 当年你们在无相圣宗 究竟从那圣坛中 取了什么秘宝 此物 是在你们手中 还是在这里落身上 第826章五脉之首 一日 整个龙雪山脉 都是处于一种沸腾以及喜庆之中 所有区域皆是张灯劫彩 鼓声响彻天际 而位于龙雪山脉中央的龙雪山 更是从清晨时便是人声鼎沸 不断的有诸多流光破空而至 落在龙雪山下各方势力的宾客协理而至 而后被龙雪脉的迎宾直视迎上山 好一幅万宾来赫的辉宏气派之景 而龙牙脉的众人 则是早就上了山 山顶处 有金殿成群 在阳光的照耀下一场的璀璨明亮 金殿之前 是以白玉铺就而成的广场 广场上摆满金色暗戟 有无数侍女穿梭其中 为宾客天茶增酒 金殿外的这些位置 是安排一些一般势力的宾客 当然 这个所谓的一般 不论哪一个 论起实力抵运 恐怕都要比以前大夏的各府强悍 而类似金雀府 吉岩府这等势力 即便是在这广场上 恐怕也只能坐于外围 这就是外神州与内神州之间 不可忽视的差距 而李洛 李凤怡 李金涛等人 则是能够在那金殿之中落座 毕竟论起身份 三人乃是龙牙卖鼻戏 他们于金殿侧围而坐 附近的也都算是一些熟面孔 如李清风 李洪李 陆青梅等人 都是各卖小辈 李洛神情有些悖懒 无聊的望着金殿外 那里时不时的传来迎宾 只是嘹亮的唱喝声 对于这种大宴 李洛属时没有多大的兴趣 如果不是为了玄黄龙气池 他宁愿留在龙牙脉中修炼 小弟 听说你昨晚风头大胜 成为了全场的主角 在李洛无聊时 一旁的李金涛则是好奇的问道 他对于那种宴会兴趣更低 所以在参与了大棋手讨论后 便是直接找李游溜走了 今天早上 他才听李凤怡说昨天晚上李洛大出风头的事 李洛懒散的点点头 道也没什么风头 就是那个什么水仙子情依看中了我的长相 然后赏了我一千万打赏 但我是那种为了一点钱就折腰的人吗 于是最后收了钱就直接走了 李金涛瞪大眼睛 震惊的道 这也行 一旁的李凤怡忍不住扑哧失笑 白了信口胡说的李洛一眼 李洛的声音并没有压制 所以也是落入到了附近的众人耳中 当即神色皆是变得古怪起来 那露青梅本是在悠哉悠哉的喝着酒酿 听到这话 顿时忍不住的呛了两口 接着对着李洛投去奇特的眼神 这家伙的脸皮 真的是比想象的还要厚 讹诈一个女孩子钱财这种事情 也就你们龙牙卖的人做得出来 呵呵 那秦一在天人神州不知道多少年青天交为之倾倒 你昨晚的事情若是传出去 往后你行走天元神州时 恐怕才会后悔自己是何等的短视 不过此时 一道冷笑声传来 众人目光扫去 正是李洪李 他那脸颊上戴着嘲讽之意 显然对李洛极为的不爽 毕竟昨夜的宴会 他原本是想要夺得玉心莲子 稍稍争过秦一的风头 但没想到被李洛打乱了计划 不仅风头没争到 反而令得子血旗都有些丢了颜面 对于李洪李的冷笑 李洛尚未说话 李凤亦已是柳梅倒数 讥讽道 人家你请我愿的事情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李洪李道 一个区区大厦恭敬 值得一千万吗 普通的大厦恭敬不值 但我龙牙默默守嫡系三少爷 值这个价有什么问题吗 我 你李洪李又不是卖手嫡系 当然不明白 李凤亦慢条思理的道 李洪李顿时被气得俏连铁青 握住酒杯的玉手都是发之作响 虽说他在龙血脉中也算是身份颇高 但与李洛 李凤亦他们这样的卖手嫡系相比 的确是有些差距 此时李清风摆了白手 颇有气度的笑道 莫要说什么嫡系不嫡系的话 在我李天王一脉中 自身天资以及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若是光有身份而无天资 那只不过是浪费修炼资源而已 当年老祖也曾说过 玄脉远近并不重要 即便是卖手嫡系 若是后辈没有新的王者晋升 那么也将会跌落其位 李清风微微一笑 道龙牙脉寺院 如今可是以金光院为最强 而金光院院长赵玄明 却是外戏之人 你们龙牙脉的嫡系 可得多努力了 李凤亦一致 眼神不由得变的恼怒了一些 这李清风的话 可谓是戳到了他们龙牙脉最痛的点 李落手指摸缩着桌上的玉杯 笑道无妨 我们龙牙脉只需要等就行了 李清风眉头微挑 道等什么 等你李落来挑大梁吗 李落笑容温和同时又理直气壮的道 等我爹回来啊 这次就轮到李清风笑容明智了 他想要说些什么 但他又很清楚当年的李泰玄是何等的精彩绝艳 他们的那些父辈曾经被那个男人压制得产生了心理阴影 虽然李泰玄离开内神州这么多年 如今是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 可有时候他听见长辈私底下的一些交谈间 提及李泰玄时 那言语间深深的忌惮令得他难以忘怀 所以如果李泰玄未来真的回归了龙牙脉 恐怕整个天龙五脉都将会为之震动 龙牙脉的困境也将会迎刃而解 李清风端着酒杯喝了一口 终于是安静了下去 李凤怡则是很兴奋的拍了拍李洛的手臂 小声道说得真好 等三叔以后回了龙牙脉 谁敢说我龙牙脉脉手嫡系不行 对了还有三叔母 他当年在天元神州那一带中 名气甚至比三叔还想一分 哇好想见见他 能将三叔那般人物都压服 这是何等的绝世风采啊 李凤怡的眼神中 充满了崇拜的光彩 李洛摸了摸下巴 满脸的虚膝 那个位于洛兰府食物链顶端的女人 的确是比老爹还要更加恐怖的存在 就当李洛心绪涌动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金殿内的天地能量 在此时剧烈的震动起来 不不仅是金殿 整个龙雪山上空的天地能量 仿佛都是受到了某种引动 驾一瞬 金殿内最上方处 五座宛如黄金所住的龙椅之上 有能量光点凝聚而来 转瞬间便是化为了五道人影 一场恐怖的威压 自那五道人影体内散发出来 整座龙雪山 似乎都在这种威压下 微微颤抖起来 五道人影中 李洛见到了李金哲 李洛率先投向主位的位置 在那里 他见到了一名身披金龙紫袍的老人 老人一头金发璀璨耀眼 他浑身散发着难以形容的威严 浩瀚之气 他仅仅只是在那里 便是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敬畏感 似乎连天地都于其面前匍匐 龙雪麦莫首 同时也是天龙五脉的掌山麦首 李天机 李金哲位于其右侧 而在其左侧 则是一名轻衣美妇人 其发丝如银 气质雍容 娇嫩白皙的脸颊上 有金色的龙铃点缀 令得他多了几分异样风情 龙铃默默手 李轻英 更外侧 是一名身躯高达树杖 魁梧如巨人般的中年男子 他赤着上身 身躯上的血肉 似乎是具备生命般的缓缓跳动 而每一次的跳动 都将会引得其周身的空间 崩裂开道道的痕迹 龙骨默默手 李玄武 据说他是李天王一脉中肉身最强的男人 除此之外 还有一名黑袍老者 其面容枯瘦 看似普通 可在其额头上 竟是深有龙角 龙角之间 似是有神秘波动浮现 令人望而生畏 那似乎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力量 这是龙角默默手 李金角 李若望着那金殿高位上的五道散发着恐怖威视的身影 心中不由得感叹一声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之多的王级强者 这就是天王级势力的底蕴 当真是恐怖至极 李若心中惊叹 同时也正经微坐起来 因为他明白 随着这五位巨头的出现 那么今日这场大宴 也就要真正的开喜了 而他所期望的玄黄龙气池 应该也不远了 第827章秦之命 哈哈 诸位贵客来我龙血脉 当真是令我龙血脉澎壁生辉 我李天基在此 向诸位贵客表示感谢了 随着李天王一脉五位巨头的现身 那居中的龙血脉没手李天基爽朗的笑声 也是如雷鸣般的响起 回荡在辽阔的龙血山脉每一个角落 与此同时 各方重量级别的宾客也是在迎宾直视的带领下 步入金殿 那第一位的是一名黑袍老者 老者面容普通 但其双瞳却是极为的奇特 一只眼瞳仿佛闪烁着雷霆 演变着雷霆世界 而另外一只眼睛则是燃烧着火焰 其内似是有无尽岩浆在流动 他行走之间 脚下似是有雷火在流淌 引得空间不断的震荡 李洛注视着这名黑袍老者 心头也是一领 这一位赫然也是一名王级强者 另外在黑袍老者身后 李洛见到了一名火红裙袍的美妇人 其身旁跟随着昨夜见过面的琴衣 当即李洛心头微微一动 那是秦天王一脉的王级强者 他对着李凤怡悄悄的问道 李凤怡点头 低声回道 秦天王一脉 李运身后 乃是老牌的天王级势力 比我们李天王一脉存在时间更为悠久 而在秦天王一脉中 最高层次乃是六座神宫 眼前这位黑袍老者 便是雷火神宫的公主 名叫秦之命 六座神宫之下 便是二十三殿殿主 他身后那个女人说到此处 李凤怡看了李洛一眼 道 便是火莲殿殿殿主 秦连 他也是秦一的母亲 火莲殿殿主 秦连 李洛心头微微一震 虽然先前已是隐隐有所猜测 但当被证实后 还是难免有些情绪波动 他目光认真的投向那火红裙袍的美妇人 后者容颜与秦一略有几分 相似 只不过要显得更为的成熟 其美与间 有强势 灵力之气显露 显然并非好相语之人 就是这个女人 当年将她爹娘逼的远离天元神州 逃去了外神州 所以 从某种角度来说 她与这秦连之间 也是有着极大的恩怨牵扯 李洛眼光忧伸 而后又是缓缓的收了回来 秦连太强 远非现在的她能够抗衡 所以现在的她没办法做什么 唯有先提升自身的实力 而在李洛这般心绪涌动的时候 她感觉到了一道目光投射而来 当即侧过头 便是见到金殿高位之上 李金者扫了她一眼 那眼神平平淡淡 但却让李洛莫名的感觉到了一股安心之感 那秦连虽强 可她也并非是没有背景 身后这位王吉爷爷 同样震慑的那秦连等人不敢对她做什么 随着这秦天王一脉的贵客出现 那龙血脉的李天基也是起身 拱手客气的笑道 秦兄远道而来 真是辛苦了 老有大寿 老夫怎会不来 那秦之命笑道 快请入座 秦之命点头 便是前往了最靠前的位置 而秦连也是紧随而往 在其后落座 秦之命是秦连这一脉的嫡系长辈 李凤怡也是在此时对着李洛低声道 李洛点点头 看这样子 秦连在秦天王一脉中身份地位也是极高 不过也正常 没有这种身份 当年秦天王一脉也不会将她推出来 与李太玄联姻 随着秦天王一脉的贵客入席 之后又是陆陆续续的迎来了一些重量级的客人 这些客人都是来自于天人神州各方顶尖势力 不过王级强者 仅有秦之命一人 这倒不是其他顶尖势力没有王级 只是没必要亲至 李道了象征一个态度即可 至于秦之命这般亲自到场的王级强者 反而是显得有些特殊 你看见秦连身后那个男子了吗 李凤怡又是说道 李若心神围动 看向秦连身后 那里不仅坐着容颜爵士 一贫一笑都吸引着金殿内许多异性目光的琴衣 还有着一名身躯挺拔 散发着不俗气势的男子 那名男子神色沉稳 两只手腕处佩戴着金银圆环 隐隐间给人一种压迫之感 他是楚秦 李若问道 李凤怡汉手 道 嗯 此人是秦连首徒 身怀双相 如今已是大天相敬的实力 算是天元神州这七年一代中的佼佼者 名气极大 大天相敬啊 李若感叹一声 从年龄来看 这楚秦与掌公主公鸾与他们相差不大 可其实力 却是远远的超越了后者 掌公主 公神君这些当初圣玄新学府中的七星柱 在毕业时 也不过只是天诛境的实力 连小天相近都未曾踏入 而这楚秦 却是已入大天相 这内神州与外神州之间的差距 尾实庞大 此前听说在那古学府中 四星院之上 还有一个所谓的天心院 或许 也唯有这里面的天骄 才能够与楚秦相比 而在李若思绪涌动时 宴会已是正式开始 经典之内 众人推杯换展 公筹交错 气氛热闹 李若持续无聊着 按照宴会的流程 或许得等众人气氛到位了 那些黄龙气池才会开启 他拨弄着酒杯 打了一个哈欠 而此时 他感觉到一道蕴含着灵力 冷冽之意的目光 若有若无的扫过了他这边 于是他顺着目光头去 就见到了那身穿火红裙袍的秦莲店主 正眼谋犯着点点审视与寒忙的盯着他 面对着一名封侯强者的审视 李若倒是感受到了一些压迫感 但他神色却是丝毫不变 反而失线越过秦莲 看向其身后同样若有若无看向他这边的秦医 同时冲着他露出温和有礼的笑容 秦医觉美帝欲言冷冷淡淡 心中却是暗自摇头 这李若还真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明知道秦莲正在盯着他 他还敢如此 而以他娘的那副脾气 怕是不会灌着李若的肆无忌惮 就在秦医刚这般想着的时候 他就见到前方的秦莲将手中的酒杯不轻不重的放了下来 而后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煞气 听闻李太玄与淡台兰的儿子回了龙牙脉 不知道是哪位俊杰呢 热闹的经典中 伴随着秦莲突兀响起的声音 则是在此时悄然的变得安静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